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运送的过程中可能不当使用的添加物 导致产品有超掉的问题 那这部分依照食安法第十八条还有相关规定 可以直接开罚三到三百万 但是旧法条的部分 因为食安法修法之后 对于贩售或使用业者 包括韩社就是喜莱德来讲 依照新的食安法规定 他就需要接受复仇的机会 就是这种行为不可以再发生 那我们已经要求这家立即改善 那后续他其他不同来源的质品 我们都会抽策 这部分主要是要知道 要让业者知道说 他有自足简面的工作和义务 那我们会再做不抽 如果不抽还是不合格 我们会开罚三到三百万 那这两件产品 含社的续线来自京旺水产 新北市的京旺水产 我们已给新北市卫生局去处办的 那白菜的部分 源头来自高雄市的连胜冷冻食品 我们已给高雄市卫生局去做处理 那以上做一并的公告 牛番茄 一颗苹果 一颗黄甜柠檬 然后大概100cc的味淋 然后两匙的红麴 然后两匙的味噌 我先放下去火汁鸡打 然后最后再放在糯米粉 均匀之后呢 再用小火慢慢稍微煮熟 煮出来就是这样新闻 味道看起来颜色很鲜艳的蔬果酱 由音乐 скор jo 祝rias 感谢观看